10号上午,习近平听取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,对宁夏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,希望宁夏广大干部群众紧密团结,真抓实干,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,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,做出新的更大贡献。 习近平强调,要坚持不懈推动高质量发展,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,加快产业转型升级,加快新旧动能转换,推动经济发展,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。 要把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政策落实兑现到位,把扩大内需各项政策举措落到实处,把重大项目投资带动作用发挥出来,及时解决企业恢复生产经营面临的各种问题。 要发挥创新驱动作用,推动产业向高端化、绿色化、智能化、融合化方向发展。 要加快建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、生产体系、经营体系,让宁夏更多特色农产品走向市场。 习近平指出,要推动改革开放取得新突破,坚持问题导向,有地方使推进改革,加强对改革举措的评估问效,促进各项改革往深里走,往实里落,加快培育充分竞争的市场,不断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。 要抓住共建一带一路重大机遇,坚持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相结合,培育开放型经济主体,营造开放型经济环境,以更高水平开放,促进更高质量发展。 习近平强调,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,要完善移民搬迁扶持政策,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、稳得住,要巩固提升脱贫成果, 保持现有政策总体稳定,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。 习近平指出,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,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,要把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作为重中之重。 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和环境治理,努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。 习近平强调,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,以行之有效的举措,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,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。 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,建立健全,干部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,坚决反对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。 要持之以恒,政风速记,一体推进不敢辅,不能辅,不想辅,营造风轻气正的创业环境。 丁薛祥、刘鹤、陈希、何立峰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。 丁薛祥、刘鹤、陈希、何立峰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。